许多医院早上的第一台刀都是在8点开始 9点这手术开到一半 手术室里头的医护都受到了惊吓 医师指出呼吸器一旦中止 心导管手术一旦跳电的话 病患是马上会有生命危险 而珍贵的疫苗也无法再保持低温 最坏的情况就是全部报废 医院陷入一片漆黑 批架领药区民众挤爆柜台 焦急等待303大停电 苗栗头发医院受影响 电梯故障 民众只能徒手搬轮椅 小心搀扶长辈下楼梯 医院大停电一度传出有医护手术 做到一半陷入漆黑 一时下到快崩溃 医师苏伊丰解释 医院停电手当其冲 就是胸腔科病患 若呼吸器中止将有生命危险 另外若医护正进行心导管手术 抹黑操作也有风险 在家务病房都有看过这些类似的情形 新冠院副院长洪子仁也表示 医院有绝不能停止的三大供给 包含水电以及气体 若中断恐酿严重医疗危机 像今天一样变电所断电 是可以手工切到另外一个回路 大型医院通常有备用发电机及除油槽 确保24小时不断电 但一般诊所可就没这么幸运 停电造成设备中断 诊所内医护手血病例 还手工分药包药 其中保存疫苗的冰箱一度断电 诊所医师解释 疫苗需保存在二到八度 疫苗冰箱最多只能承受1.5小时断电 一旦时温疫苗恐怕要报废 那我们有一个就是 UPS不断电系统 向停电的状况的时候 可以保存我们的疫苗数小时 等电这段时间 其实我们就是跟时间在晒跑 还有诊所医护摸黑看诊 麻烦的是根本无法读取健保卡 有诊所干脆停业休息 一场无预警停电 让医疗陷入危机 也让医护病患饱受惊吓 这台北综合报道